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可以听见吗 应该是可以啊 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这个Questor里面打上来问题啊 问题没有看到扔了很多拖鞋啊 我们还是准时的八点钟开始啊 刚刚稍微我们同事调试了一下 一会儿呢会有一个小美女啊给大家做这个讲解 那么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开场啊 因为最近几天呢中国的这个股票啊 跌的幅度实在是太惨了啊 很多朋友呢 间接的持有中国的股票 或者是呢持有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以及呢香港上市的中概股 在最近几天呢 相信大家都很难受啊 像我呢可能一天亏了一辆车啊 或者是半辆车两个轮子亏没了 几天下来呢可能 哎呀对吧就是心惊肉跳的 那么今天呢A股在盘后呢又再次暴跌 所以呢一会儿我们的同事呢 这位小美女呢会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美国的最近股市的走势情况 但是呢中国以及呢中国影响我们澳洲的这些包括A2啊 还有一些跟中国贸易相关比较强的这些股票呢 那么大家呢其实在近期呢还是要谨慎观望为主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其实呢我简单的给大家举三个点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中国现在和谁在对着干呢 大家都知道和美国对吧 那么中美双方呢在军事力量上双方呢其实不敢动的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只有在金融层面上 那么大家呢打得不可开交 金融的背后呢是国家安全以及国家主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 美国呢如果是想要在国际政治上要更多的话语权 那么必须要给中国政府施压 美国目前施压的方式啊 不能像对伊拉克一样啊直接派军打过去 这不现实对吧 你不可能打中国他也打不过呀 对吧虽然就是虽然杀敌一千要自损八百 但是这个不现实 所以说美国最擅长的呢还是通过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 包括通过美元美债还有汇率 以及呢港股来打压中国的资本市场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呢就是中概股在海外市场暴跌 并且呢美国要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相应的报告数据给美国 但是呢中国不可能把国家安全设计 啊行那现在的话呃给我一分钟啊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讲嘉宾是阿玛瑞娜 可以听见吗阿玛瑞娜 啊哎我可以听见的 OKOK我把这个呃屏幕转给你 你应该就可以操作了 好的谢谢杰基 哎好 那好啊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呃现在的显示屏吗 显示的是呃今天的PPT 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那现在也是8点06分了 那我们今天的网课就开始吧要不 好的那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啊美国的市场 那今天这个是我们的标题 几日连跌之后再创新高 哎好 那大家说看不到屏幕你看一下你那边调整一下 好 稍等 大家说英文啊 why no video only audio 那现在呢 啊现在还可以吗 现在好像还是没有啊还是看不到啊 现在OK了啊这下应该是OK的 好那现在显示的是啊我这边的PPT对吧 稍等一下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回复 有人说还是没有图像 啊有人说可以有人说没有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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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都可以了好的谢谢大家 好那就没问题了 那好那就没问题了谢谢 那好那就再跟大家起个头吧 啊大家好啊 啊我是Amarina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下美国这边的市场 那这是啊 那这是啊PPT上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标题啊 几日连跌之后再创新高 我该拿美股怎么办 那其实呢做啊美股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啊 啊从7月13号开始这个美股的走势呢 啊似乎有一点点的奇怪 大盘经过啊几日的大跌之后呢 在上周二开始又一路的向上 那美股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啊大家请看一下目录 那今天我们的网课就会分为这三以下的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我想要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啊 近期的美股市场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想和啊喜欢做美股的朋友们来讲一下啊 啊我们近期炒美股需要关注的一些市场啊 以及背后的这个逻辑和原因 啊最后呢则是想跟大家推荐几个 我个人认为近期可以关注的产品 好了那先根据ASIC这边的规定啊 我们来做一下免责声明啊 这边GoMarkets分析师和外部的发言人提供的信息呢 啊是基于我们自己独立的分析以及个人经验的啊 这并不代表GoMarkets的观点或者立场 这个课程呢仅仅是包含一般性的信息 所以如果您想要具体去选择如何去投资 还需要根据啊您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做决定 好那我们首先请让我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GoMarkets这家公司啊 那我们公司呢是成立于啊1998年啊 并且在2004年的时候获得了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的牌照资格 同时呢GoMarkets也是澳大利亚境内的第一批金融经济商 我们目前在啊像伦敦啊迪拜台北啊 新尼墨尔本等多地拥有这个办公室啊 并且可以啊24小时的为投资者提供这个服务 我们GoMarkets的中文部呢也是在啊2015年的时候成立了 好的那这边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可以提供的产品啊 啊我们这边可以提供像啊股票CFD啊啊外汇啊黄金啊 石油还有啊数字货币等等的中文交易和中文服务啊 可以既可以做多啊也可以做空那说明什么呢 意思就是如果啊比方说今天您啊啊觉得啊美联储这个美联储处长 说的话有点像啊要涨利率的这个意思 那今天您就可以尝试着去啊做空一下澳元 或者啊做涨一下美元 那啊这个灵活性是啊非常方便的 那么在这个月呢我们也会啊 我们也见我们也已经在GoMarkets正式上线了第一批啊 大概是80只的港股CFD 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啊扫下方的这个二维码 然后跟小助手要一下啊我们这边可以交易的一些港股的列表啊 同时呢我们也将在下个月的时候啊上线澳洲的实体股票 然后我们GoMarkets这边呢是持有澳洲监管的牌照的 同时也受到澳洲啊ASIC的严格监管 啊然后是资金安全隔离的问题啊啊 其实有很多的啊客户朋友们之前就有来问过我们 那啊我这个资金如果进入到你们GoMarkets之后 那会被怎么安排呢 这个资金到底安全安全 那么现在正好这边来回答一下 我们这边呢是受到监管的规定 客户的资金会必须被存放在一个啊指定的 也就是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 那GoMarkets严格的执行着客户资金分离制度 并且完全遵从ASIC的监管条例 所有的客户呢 他的一个资金是按照相关的监管要求的啊 储存在专门的国际银行账户当中 并且与公司的资本资金完全做到分离 我们也不会用出啊 客户交易以外的任何用途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选择我们GoMarkets 那GoMarkets非常荣幸的啊 能够和切尔西足球俱乐部成为合作伙伴 并且也见证了啊 这支非常激情的球队啊 在这次欧冠的联赛当中取得了冠金 那说到体育赛事 其实啊这次东京的奥运会也是火热的在进行当中 GoMarkets也在这边预祝中国和澳洲能在这次的啊 奥运会中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 好那我这边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啊 我叫Emarina 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非常荣幸的能够加入了GoMarkets的中文部 目前担任着啊助理分析师这样一个职位 我本人呢是持有着啊 墨尔本大学一等荣誉金融与经济双学位的 并且也是在多个行业有着实习以及工作经验的 啊也是同时也是啊 GE46金融从业者啊相关证书的一个持证人 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正式的啊 进入了啊进入今天的网课内容了 那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近期的美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现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页的PPT 那上面这个啊 这一列代表着啊 美国的CPI 它的一个年率也就是同比 下面的代表着美国CPI 它的一个月率也就是啊 我们说的环比 那美国7月13号的时候呢 发布了CPI啊 也就是消费价格指数 它的一个百分比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数据啊 它的年率也就是同比上涨了5.4% 比预期的这个预测值呢 4.9呀 要高出一些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去年如果从超市里边买了一袋东西 花了100块钱 那我今年再去买同样的东西 就需要105.4毛了 而下面那个列表 CPI的环比增长为0.9% 比预期的0.5% 要增加了将近一倍之多 这也就说明啊 如果我上个月买的100块钱的东西 我这个月想要再一次去买 就要多花9毛钱 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就会有这个想法了 就这不就是多了9毛钱吗 就给了就给了呗 那我们打个比方啊 如果我每个月都比上一个月要多付0.9% 那么我一年下来 这个比例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PPT最下面的一个式子啊 那么一年下来就是11% 就相当于啊 一年初看中的一款3000块的包啊 现在到年末了 直接涨了330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其实啊 做美股的投资者呢 从之前美联储的一些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呢 和之前的一些啊 CPI数据就已经可以猜到了 这13号公布的他一个数据 有大部分可能是会超预期的 因此呢 在这13号的当天啊 CPI指数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市场就已经有了反应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啊 左上角这两个我画的红点之间的那个 啊 那个 那下坡线啊 这个 两个红点之间的一个点位 他就是13号的数据啊 我们先讲一下标普 白指数吧 也就是左上角的那个 啊 在13号当天 CPI数据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 市场已经有了反应 那啊 12号到13号 这指数有了啊 一定的 或者说小幅的下滑 在CPI指数真正公布出来了之后呢 14号的时候 其实市场是稍微有些反弹上去的 但是 从15号开始呢 这个标普 呃 标普500开始连续下跌了三天 并且这个跌幅啊 一天比一天大 从19号开盘以后啊 啊 CPI的数据 远超预期 以及啊 美国疫情反弹导致的恐慌 再加上周末这两日闭市 这个恐慌加剧的啊 三重反应之下呢 那 上周一的时候 标普500收盘直接跌到了 4258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右下角的部分 呃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那以科技股为主的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 更是在CPI公布之前 就开始了这个下跌 啊 那个红点是12号的时候 那么从CPI公布之前 就开始了五连日的跌幅 但是这之后 也就是19号开始啊 本着逢低买入的 观点的投资者嘛 就开始加构 啊 这些啊 目前处在一个近期低点的股票 最后呢 股市开始有了一个攀升 最后在上周五的时候 又达到了 历史的最高点 那么啊 疫情恐慌导致的股票 恐慌性下跌 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啊 像啊 美国之前的一个戏剧化的四次熔断 以及负油价的 负油价的出现 都是和啊 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挂钩的 但是有些啊 但是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啊 那那股价 它怎么又和CPI挂上钩了呢 退一万步说 即使真的有挂钩 那也应该是正向性的挂钩呀 也就是CPI涨幅越高 那个股市就越好 怎么这个数据高了以后 股价反而就跌了呢 那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呢 啊 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第二部分的内容了 啊 我想来讲一下啊 这个近期影响 美国走势的一些数据 还有这个 这些数据超过预期以后 美联储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反应 那这个反应 美联储的这些反应之后 又会怎样的影响着我们的 那个股票的市场 那要知道啊 这一些数据和美联储的关联呢 我们就必须得要先了解一下 美联储是干什么的 那美联储相当于是美国的中央银行 它的存在呢 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的 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性的 社会稳定需要什么 首先需要人呃 需要人民拥有那个稳定的收入 有了稳定的收入 大家才会有饭吃嘛 然后还要大家能够买得起东西 那打个比方啊 如果一代一个国家的一代米 每隔一天这个价格就翻一翻 那这个社会一定是不会稳定的 那所以啊 那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美联储需要控制的是 美国的一个啊 通货膨胀和失业率 美联储通过什么来控制通货膨胀 还有失业率呢 通过调整国家的利率 以及增加或者减少人民手里的钱 那减少增加或者减少人民手里的钱呢 就是我们这边左边写着的买卖债券 或者换句话来说 啊 向市场里边注入或者抽出的资金 那这个控制起来难吗 答案是非常难的 我们可以来把目光给移到右边这一块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还有利率和失业率的关系 那首先呢 利率和通货膨胀 它一般性来说是成反比的 也就是说 如果美联储选择把利息调的越高 那么公司投资的成本就会上升 成本上升了以后 通货膨胀它就会下跌 但是呢 利率的上升 它是和利率是和失业率是成正比的 也就是说 如果美联储选择调高利率 那么公司的投资成本上升以后 随之而来的失业率也会上升 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目光移到下面两条 这个关系里边 当然了就是刚刚也有提到过 向美国注入或者抽出资金嘛 那不仅美联储不仅要控制这个利率 还需要控制钱 国家流动的钱也得控制 比方说如果注入的资金过多了 也就是人民手里的钱赚的太多了 那美元就下跌了 美元下跌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进口物品价格上涨 不利于进口 人民手里的钱赚的太少了 也就是抽出的资金过多 或者注入的资金过少 那美元就上涨了 美元上涨意味着什么 出口物品的价格就上涨了 不利于出口 所以美联储非常难做 他既要保证这个国家的利率不高不低 通胀不能高 失业率也不能涨 还要保证人民手里的钱不多不少 不能让这个国内做不了国际的生意 也同样不能让国内的民众 买不起国外的产品 那美国呢 目前的短期利率一直保持在0.25% 而从2018年开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PPT 左下方 也就是红框框滑出来这个部分 从2018年开始呢 到疫情前 美国的这个利率 多数时间是保持在1.75% 到2.5%之间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美国现在的利率是0.25% 那他的之前的一个利率的均值是2% 也就是说 美国 美联储如果想要往上涨利率 他的这个空间 涨幅 其实是可以很大的 那除此以外呢 美联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也同样除了保持着非常低的利率以外 也同样保持着每月 1200亿的债券购买计划 换句话来说 就是每个月给市场注入近1200亿美元的资金 而美国像7月13号的这个数据显示 CPI超过预期 超过预期代表了什么 代表的就是通货膨胀太高了 那太高了 国家的通货膨胀太高了 美联储就要开始担心了 大家赚的工资是不是购买东西 那有了这份担心 美联储可能就会开始加息了 那美联储加息的第一步呢 就是缩减每月给市场注入的钱 那观众朋友们可能又会好奇了 这个你讲的这个逻辑 我听是听懂了 但是这和股票市场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加息对于市场的影响 加息就代表您今天投资的钱 投了钱下去 那明天预计能拿到的钱就更加多了 那不管是什么投资 投资预计得到的收益变多了 那股票的投资收益 是不是也应该变多 那怎样让收益变多呢 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这个右下角的公式 假设你预计一只股票 它明年将升值到100块钱 那么根据它现在的风险 在美联储涨利率前 你想要得到的这个收益率呢 是10% 那么今年 如果股票明年会升到100块钱 今年 这只股票 价格在91块以下 您就会选择入手 但是如果美联储把利率给 涨了呢 那您预期的股票的收益率也就变高了 一定会高过10% 那我们这边用15%来计算啊 那这只股票现在的价格在87块钱以下 您才会选择购买进去 咱们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个91块钱和87块钱的区别 这个91到87 它的这个下降就是我们所谓的利率上涨带来的股价的回调 那么说完了利率和股价的关系啊 那我们再来说说啊 美联储注入市场的金额和股价又有什么关系呢 比方说现在美联储注入市场的金额 由原来的1200亿减到了800亿 那么民众手里消费完以后 赋予的钱变少了 那拿来投资的钱也就会变少了 这样同样可能会导致股价的下跌 所以呢在7月13号CPI过高了以后 投资者嘛害怕 其实是害怕美联储会因为这个啊 通胀太高而提前选择缩减量化宽松的这个政策 以及加息才会导致的股价恐慌性下跌 但是股市后来又回调了 那第一个原因啊 回升的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跟大家说了 就是逢低买入 第二个原因就是 在说这个原因之前啊 先跟大家讲一下 回到上一个PPT吧 就是利率和通胀 还有利率和失业率的这个关系啊 那比方说啊 咱们美国现在通货膨胀太高了 那美联储有可能会涨这个利率 但是涨利率会导致什么呢 涨利率也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 那所以啊 如果美联储要100%的 有100%的可能实行这个利率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通货膨胀太高再加上失业率太低 但是这个现代的情况是什么呢 美国上一次公布失业率 失业率它的这个比例应该是在 啊5.9%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也就是说现在啊 这个失业率是不太妙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啊 有些啊 华尔街机构就给出这个意见 就说嗯 现在因为失业率过高 所以所以呢啊 美联储一定不会在现在就直接上涨利率 或者缩减啊量化宽松的那个政策的 啊所以市场今年啊至少到年底之前 市场依旧会火爆 那科技股预期到年底依旧可以啊 拉动大盘 这也是导致啊 这个股价后来上升的啊 一半的原因啊 啊 但是现在呢 华尔街的机构其实给出的意见是非常不同意的 因为一些机构是这样认为的 是认为就是失业率 失业率太高 不会啊 致使美联储去增加这个 利率的 但是另外一些机构呢 觉得这么高的通胀率 那如果美联储真的不调利率的话 或者不缩减量化宽松政策的话 那这个国家要玩完了 所以下半年股价一定是会有回调的 那么其实啊 美联储鲍威尔 他在啊 他之前也有透露过 会在下一次的那个美联储会议当中 去啊公布相关的量化宽松的一个 那个走势或者政策 那下一次的美联储会议呢 是在7月28号 也就是明天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次的会议的一个总结或者内容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 就是美联储 他的一个政策的 他的一个政策的公布或者决策 和股价是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的 那美联储和疫情决定了 现在美国的科技股 是否能够继续拉长大盘 还是带头的去进行回调 那在这种时候呢 作为消费者的 作为投资者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那在这种时候 其实选择防御型的股票 其实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像比方说啊 必需品消费果 那因为不管市场是怎么样的 牙膏肥皂食品 这个是必须得有的 是不能少的 那么像医疗股也是一样的 那在Delta疫情 新冠病毒 那个 一直虐着大家的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我的关注点 是在一些明星的疫苗股指上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 这个这次网课的第三个环节了 我想来讲一下 个人近期比较关注的一个 几只股票 首先呢 熟悉我们GoMarkets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啊 我们这边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 股评报告 那在五月底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错过一个关于疫苗股 莫德纳和BioNTech 他们的一个股评 我在最开始 其实在最开始和客户提到这个这两只股评的时候 是在写股评报告之前 那当时这两只的股价分别是在160几块和190几块这样子 那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只股票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当初设定的目标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PPT的下面是我当初设定的目标价 BioNTech 它的目标价当时是我设定的250块 那莫德纳它是230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两只股票现在的走势情况 我们先来说一下上方的BioNTech吧 它从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这两个地方的红色的标点是我标出来 也就是我刚刚和 刚开始和客人推荐这两只疫苗股的时候 那到现在BioNTech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股价从190几块 一直上涨到了293块钱 也就是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实现了44%的一个回报率 那莫德纳这只股票 这只疫苗股就更加的变态了 更加的厉害了 应该说 它的股价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直接翻了一番 截止到上周周五 这个股价已经达到了348块钱 和最初的169块钱相比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实现了105%的这个回报率 说明什么 这也就是说 如果您在两个月之前 选择购买了价值1万块钱的莫德纳股票 那到今天您的这笔资产已经升值到了2万多块钱 那为什么这两只股票的收益率会这么高呢 那我们就不得不来扒一下他们的核心技术方面的一些信息了 可能大家会对莫德纳这个名字会比较了解一点 莫德纳它其实就是生产莫德纳疫苗的公司 那虽然这款疫苗至今为止都还没有在澳洲上市 但是监管部门预计会在8月初这个样子批准 并分别在今年和明年这两个时间段 获得1000万剂的莫德纳的普通疫苗 以及1500万剂的专门针对变种病毒的增强疫苗 那说完莫德纳再说一下BioNTech 那这家公司大家可能就会相对陌生一点 BioNTech其实就是研发辉瑞疫苗的公司 那个辉瑞疫苗是BioNTech和辉瑞疫苗 辉瑞公司共同推出的 那辉瑞疫苗负责筑钱给那个BioNTech 然后BioNTech负责来研发这个疫苗 辉瑞疫苗预计到年底呢会到澳洲4500万剂 并且呢在前几天的时候 其实卫生部长已经确认过 那辉瑞疫苗会在这周四吧 被批准使用在12到15岁的儿童身上 也就是间接的证明了它的一个安全性 那为什么这两只股票能够吸引到这么多投资者 支持其股价的飙升呢 那大家知道啊 其实从疫情开始 这个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就不停的再出 然后各国的利率也降到了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有些甚至是负利率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在各国货币 或者说人民手中的钱 都非常充足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其实除了日常的消费啊 购买必需品啊 或者非必需品以外 那剩下的钱 他们会拿来干嘛呢 他们会把目标瞄准 回报率相对高的那个股市当中 那BioNTech和莫德纳这两家公司 他们股价升值的其中一个原因 当然是因为这个本身市场就好啊 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对比一下 像我举个例子啊 强生和Novavax这两家公司也是有推出疫苗的 但是呢 他们的股价就并没有因为 这个投资者涌入股票市场 而那个走出非常优秀的这个趋势 那其中啊 我总结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啊 第一个是这个BioNTech和莫德纳呢 他们的成功研发和超高的有效率 致使了这两只股票的这个关注度变高 那第二个是关注度变高以后呢 投资者们又选择进一步了解了这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 那了解完这个核心技术以后呢 他们发现莫德纳和BioNTech 他确实啊 这个技术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那其实第一个原因比较简单啊 像公司的关注度和股价的价格是有直接联系的 那这点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那今天呢 我就想进一步来展开聊一下这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他们的核心技术 其实啊 在座的各位应该啊 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奇的 毕竟第一点啊 大家需要通过来了解他的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的啊 东西来判断这两只股票到底值不值得购买 那第二个呢 是大家也想知道一下自己啊 打入身体之内的这个疫苗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抵御病毒的入侵的 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两家公司的共同的优势啊 其实共同的优势呢 就是这个核心技术MRNA 这两家啊 公司钻研或者用于研发疫苗的技术 都是这个技术 那MRNA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应该说MRNA到底是什么样的技术呢 那MRNA疫苗是基于人体制造蛋白质的技术 啊 将那个疫苗传递到身体的细胞 一个信息 随后人体细胞接受了 这个指令之后呢 生成和新冠疫苗相似的蛋白质 并将蛋白质表达在啊 细胞的一个表面 那免疫系统发现这个异样的蛋白质以后呢 就会促进抗体的产生 然后啊 其实这个大家好像听的有点云里无里的 就是通俗说了点 就是啊 这个MRNA疫苗 可以让身体自己克隆出来一个假的病毒 并且让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去识别它 杀死它 并且产生抗体 这是MRNA一个技术的显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JAPPT上面 第二个黄黄显示的 是其他的疫苗所采用的一个技术 可以看到 不管是灭活疫苗也好 还是腺病毒载体疫苗也好 他们其实都需要 都是需要 把这个病毒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来产生抗体的 这边的其他技术用的是 真的病毒 不再是克隆病毒了 那不管是灭活病毒也好 就是还是 就是只是前一段的那个病毒 片段也好 他们和辉瑞疫苗 还有莫德纳疫苗相比呢 在至少在这个方面来说 莫德纳疫苗和辉瑞疫苗 是相对安全性较高的 那同时呢 由于这种技术所采用的 类似于克隆病毒的方式 来生产和制造疫苗 因此呢 在疫苗的制造阶段 是不需要使用到大量的病毒的 那像其他技术啊 因为他们需要 把这个疫苗里面储存进病毒啊 也就是说 去制造这个疫苗的时候 那个研发人员还要去非常的 费时费力的去培养这个病毒 这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啊 因为培养病毒的 它一个过程是非常的耗时间的 所以不需要 没有这个部罩的 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呢 它呢 就可以更加有效的被批量生产 那除了生产方面的这个优势以外呢 由于 它这个技术本身性质的原因呢 其实这个技术能够非常快速的 去修改它一些啊 疫苗的编码或者说成分 投入到变种疫苗的这个实验当中 也就换句话说 使用mRNA 它这个技术的 辉瑞疫苗也好 莫德纳疫苗也好 它能够根据冠状病毒的这个病变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 造出相应的疫苗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开始 莫德纳和辉瑞疫苗是 国际上第一批被推出的那个疫苗 同时呢 其实刚刚我也有向各位传递一个信息啊 莫德纳这边已经成功研发出来了 针对变种病毒的增强疫苗 并且澳洲也向 莫德纳订购成功了 1500万起的疫苗 并且会在预计啊 在明年时候交付 那 莫德纳疫苗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比图吧 先 那 这次除了 辉瑞和莫德纳以外呢 我还选了一些其他的 这个 市面上非常热门的疫苗 有这个 英国的阿斯利康 美国的强生 还有中国的国药 其中只有辉瑞和莫德纳使用的是这个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新技术 像阿斯利康和强生用的都是 腺病毒载体 然后国药用的是灭活疫苗 那可以看到这个 右边这个有效率的百分比啊 其实辉瑞和莫德纳 它的一个有效率是吊打了 其他的这样 这个疫苗的 那其他的疫苗 它的有效率呢 均值是在70%到80%之间 那除此以外呢 相信其实很多人都听说过啊 就是阿斯利康疫苗 它可能会有 导致血栓的一个风险 虽然这个可能性呢 平摊到每个人身上 它的这个发生的概率 约等于是0% 这个不能说绝对的安全 但是这个概率真的是非常的小啊 但是基于安全性啊 有效性还有合复作用啊 这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呢 其实普通群众确实更加能够偏向于或者更加的喜欢那个啊 去使用 MIN技术造出来的莫德纳和辉瑞这两种疫苗的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啊 这两只疫苗股的 它的一个共同的优势 那除了这个共同的优势以外呢 它们两个还是有啊 自己非常独特的自身的优势的 那先来说一下右边的莫德纳这家公司啊 它的第一个优势在于 优于啊 辉瑞疫苗的这个储存条件 其实呢 大家其实应该也有听说过吧 莫德纳和辉瑞疫苗 他们两个的储存啊 温度呢 会比其他的疫苗低很多 那莫德纳是 负20度 然后辉瑞为负70度 但是呢 就是我们也知道啊 这个疫情呢 是波及全球的 其实 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 那发达国家自然不用说啊 像BioNTech 它设计出来的那个辉瑞疫苗 即使储存条件这么苛刻 在负70度 那这些国家仍然有办法去输送啊 去运输 然后最后给人们打上这个辉瑞的疫苗 但是呢 很多疫苗的爆发地 其实是发展中国家 那对于发展中国家啊 来说这个辉瑞的疫苗的储存条件 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些国家永远 或者说几乎没有可能会推广啊 这个有效率更高的BioNTech 威瑞的疫苗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莫德纳这边的树壁啊 莫德纳呢 它的一个短期的储存率 其实只需要2到8度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在2到8度的这个环境里边 这个温度里边 莫德纳的疫苗呢 它可以维持这个有效率 大概30天这个样子 那这又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莫德纳被推向或者推广至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可能性就更加的大 那除了这个非常大的储存温度的一个优势以外呢 莫德纳更大的一个优势 其实是它在7月21号的时候正式被加进了标普500指数 那喜欢炒莓股的朋友们都知道啊 就是炒莓股最重要的是有三个指数 第一个是道琼斯工业指数 第二个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第三个就是标普500 其中呢其实很多人偏向于标普500 为什么呢 像我们美国熔断的它的一个机制 就是根据标普500指数来定的 那加入标普500对莫德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加入标普500就 其实有一些基金啊 它是会模拟标普500指数的 也就是说 莫德纳加入以后 这些基金公司也必须购买同样份额的啊 这样一个股票 那这对股价的增长是非常有优势的 同时呢啊 有一些啊 投资者啊 他其实只喜欢交易那个指数成分股里边的股票 那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 莫德纳的加入也更加啊 给他们多了一个就是投资的选项 这也会增增加这个只股票的流动性和曝光度 那看完了莫德纳疫苗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BioNTech 它的一个优势啊 它的一个优势其实是来自于它的啊 临床实验的数量啊 以及其他的一些临床实验啊 大家都知道啊 从医学来看 那个研发 从研发到最后的推广出产品 这个过程其实是十分漫长的 就像啊 这次新冠疫苗 它的一个临床实验的时间 被缩短至几个月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就未来几乎不可能见到 那BioNTech它啊 和莫德纳都是创立不过短短十年的公司 那他们除了啊 现有的新冠疫苗以外呢 目前还没有推出过其他类型的产品 也就是说 在人们不再需要新冠疫苗以后 他们的确会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收入的 但是 目前BioNTech 它在临床阶段的实验 一共有50多个 要比莫德纳要高出一倍的多 莫德纳我记得是20加 那并且它的其中一个临床实验 已经到了第二期 那从这项的数据来看呢 那我们可以判断出 在这个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的供应结束以后呢 BioNTech相对来说 扭亏为盈的这个时长的用时啊 可能是相对较短的 那说完了这些啊 我想说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MRNA这个技术的 这项技术其实从 开始到现在 只有短短几年的这个历史 而且这个 而使用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 这个第一个产品 就是我们熟知的 熟知的新冠疫苗 这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 开门红了吧 在全球的人民都见证到了 这项技术的一个无限的可能 同时那很多人已经 证实了这项技术 未来会被运用到流感疫苗 以及甚至癌症疫苗的一个研发上面 那癌症疫苗 它的研发是一个 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不用说 但是大家想想看 流感疫苗 那大家都知道 每年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流感剂的 那为了去应对这个流感 很多人都会选择去每年注射一针 这个流感的疫苗 那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的推出了流感疫苗 那这个利润是相当相当大的 所以呢 从这个技术来看 而且莫德纳和BioNTech 他们这两个公司 其实是这项技术的一个领头羊 所以我对他们的这个股价的潜意 还是非常看好的 那除了这两只股票之外呢 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个产品吧 大家可以近段时间 可以去关注一下 GoMarkets呢 也就是我们GoMarkets的一个美元指数 是USDollar 看图形的话 现在这个走势 这张图的走势啊 有点WD的感觉 它的阻力位在93块左右 支撑在90块附近 但是可惜它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能够突破93块这个阻力位 那我为什么要去说这个指数呢 因为我之前其实在第二部分的时候 有提到过啊 美联储为了稳定社会的 稳定社会会进行一些利率的调整 和货币的调整 那目前的政策是把利率设置在 0.25% 以及每个月 1200亿的债券购买 那之前我也收到过 鲍威尔有提到过 下一次利率决议会释放出 什么时候开始 缩减量化款送的那个政策信号 利率时间在 利率决议的时间在7月28号 一旦鲍威尔释放出这个 缩减 或者说缩减注入进市场的这个金额信号 那么美元对其他的货币的走势 是会有变化的 注入市场的资金变少 也就代表了美元会增值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这个情况下 美元对其他货币就会走高 换句话说 美元指数就会上涨 那之前我也有提到过啊 那个机构的意见 其实美国华尔街这边机构的意见 包括全世界 疫情都是比较不统一的 那一部分人说这个月 那个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呢 就是这个月发布的那个美国失业率的百分比 比预期只要高 那如果下一次的这个失业率公布时间是 8月6号 如果下一次公布失业率的时候 这个失业率能够成功降下来 那就代表这个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 用到的货币政策就变得一致了 也就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缩减啊 经济刺激的这个政策 那如果失业率低于一期的话 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美元走强的信号 那为什么比较推崇这个美元指数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 是因为啊 我们这边是做杠杆交易的嘛 是会收取啊 一点点的这个隔夜藏息的 但是美元指数 它是啊 我们这边不收取藏息费的 所以相对来说呢 美元指数对新手会友好很多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关于美元指数的 它是一个啊 比较偏宏观性的一个啊 信息或者资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技术盘是怎么样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这边的那个啊 美元四小时的K线图 它的这个走势啊 是有一条支撑带在的 那现在目前的价格来看呢 它的这个走势 是在这个支撑带的上方一点点 并且有上涨的这个趋势啊 就是感兴趣 对美元指数感兴趣的朋友啊 其实可以试一下 就是在这边做多 然后把这个获利的点 设置在93左右 那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那接下来呢 就是想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GoMarkets的啊 中文特色服务 那我们GoMarkets呢 每天在股票市场开盘之前呢 都会有像中文的短信提示啊 以及一些啊 中文的短视频 那里边会讲到这个啊 现在的实时的市场动向 以及分析师认为的这个交易机会 那同时呢 我们这边每周都会有更新 关于市场解读的这样一个视频 视频会发在YouTube 以及微信的视频号上 其实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添加一下啊 右下角的小助手微信 问一下小助手啊 去要导这个更多的资讯 那我们每个啊 我们每个月还会有啊 像股评的撰写 或者说分析报告的一个撰写 那分析报告是长这样子的 那里边包括了一些啊 比较热门的港股 澳股和美股的啊 股评分析报告 同样的我们也有包括啊 像热门外汇队啊 大宗商品的这个中文的分析报告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啊我们也会有 每周都会有线上的这个讲座 就像我们今天的一样 我们周二的讲座呢 是啊 线上投资小课堂 是每周都会有的 我们周三的这个直播 是每两周会开一次的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 再关注一下 那如果您选择 在我们GoMarkets开户的话 那我们这边会有 专门的客户经理 来教您操作我们的软件 和技术 进行一些啊 技术方面的指导的 那我想在这边再说一下 这个免责声明啊 啊这边的所有的发言呢 是紧急于啊 我们分析师或者助理分析师 个人的这个分析 或者啊个人的经验的 所表达的观点呢 并不代表GoMarkets观点或者立场 啊 所以如果您想要去 进行投资的话 那还是需要去根据您 自身的一个 啊风险承受能力啊 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决定的 那我们今天的网课 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Marena 基本上今天就这样 我看大家也都听得很认真 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些问题 Marena还在吗 我在的在的 但是就是这边的那个 我这边显示 有点显示不到这个问题啊 是有点啊被卡住的感觉啊 OK 有朋友问你刚刚说的是 BNTX应该是那个疫苗股 我们这里可以买吗 客户问 啊我们这边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啊有那个BNTX的疫苗股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它的走势 那在适当时机内啊 适当时机时候也可以选择去买入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问China A50和港股 大跌三天之后的走势 从你的想法来看的话 你觉得最近的A50和港股 以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会怎么走呢 之后的几天 那从我的个人的观点来看啊 这个因为现在怎么说 中国这边的政策啊 其实是出台的一些限制是非常多的 就包括啊不管是港股这边也好 那个A50这边也好 还是美国的中概股也好 他们的普遍的走势呢 现在都是下行的一个趋势吧 那我未来呢 至少在目前的这一周之内呢 是舞台看好这个A50还有港股的一个啊 这个恒生指数的走势的 OK 还有一个问题是隔夜仓息我们澳洲时间是几点到几点算一天 就是呃第二个交易日的截止时间或者是收仓息的那一刻是呃澳洲时间几点 那这个的话因为我这边目前还没有把那个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平台的时间给拉出来 就是如果对仓息或者他的收费的时间或者收费的啊一些具体的金额和算法感兴趣的话呢 其实我们这边我这边也留着啊我们这边墨尔本总部人工客服和悉尼人工客服 大家可以啊非常踊跃的来问一下这个小猪虫们 他们也会非常热心的回答你们的问题的 OK好的谢谢Amerna 呃那今天呃就到这里我再接着一开始的话题给大家做一个两三分钟的总结呃 阿merna 那就可以先休息一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的这个A50和呃港股的走势呃 呃那个还有朋友继续问那港股和A股最近因为大跌包括我们之前也推荐了China50指数呃 呃那我现在的话对于操作上来讲的话其实呢大份持有A50和相应股票 应该都是亏损呃像教育类的股票应该是下跌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那么在今天盘前呢教育类的股票有反弹但是反投反弹力度很小 尾盘的时候A50和港指呢又再次下跌 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只要是股票下跌中国股票下跌受政治因素影响香港恒生永远跌幅是最大的 因为香港呢首先有做空机制第二呢外资比例比较高第三呢资金流动性比较强 所以说呢香港恒生呢呃如果是大家要做短线的话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买一张A50做空香港恒生 因为中国A50的是有国家队在护盘有几个信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第一个信号呢是今天的成交量成交量呢中国A股呢是放量到1.5万亿 有一半的卖盘那么就有一半一半的是买盘 所以呢如果在大家真的不看好的情况下呢成交量是很难放这么大 并且呢在连续几天的几个交易日的时间呢成交量都在万亿以上 这就意味着呢背后其实是有国家队的资金在入场的 因为光靠散户是很难有这么大的量 像大家把家底都拿出来买股票也买不了多少对吧最多也就买个几百万已经很了不得了 别说咱们之前还有资金被套着所以说呢现在进场的我认为呢会有一个非常宏观的政治目的 那么就是把外资都赶走赶到赶出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中美呢现在在谈判 那么美国有面临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CPI通胀 刚刚这个Amarina也讲过了通胀问题怎么解决呢 他就要第一呢是中国出口廉价的商品到美国 因为美国自己造的商品太贵了对吧我们澳洲造个车多贵呀对吧大家在澳洲吃个饭十几刀没了啊 这还是就吃个盒饭所以呢他希望中国能够出口更多的廉价商品到美国 那么这个时候呢双方叫对关税问题进行重新谈判当时呢特朗普大佬留下来的很多政治资产给美国那么现在呢他有大量的议价空间 所以说呢关于关税呢未来肯定会中美双方美国要先妥协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美国CPI通胀那么他要有影响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那么货币政策呢现在不可能再往下调整了因为通胀太高但是呢也没有办法紧缩因为经济不稳定 那么经济不稳定但是货币政策已经不能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动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怎么动呢他就要去引国债对吧现在美债的话已经没有人买了那就需要中国去买美债 只有中国买美债那么在美债的上限到期之前呢他就可以再发行新的美债了 因为他会说服国会啊说是中国政府又同意购买了那么这两点的话一个是廉价商品第二个是国债都需要依靠中国 所以说呢这次中美谈判的是为什么美国人着急呢啊就是因为他等不及了 如果到圣诞节之前他的通胀还没有下来的话那么必然要加息一旦加息美国就完蛋了华尔街就完蛋了 所以说呢他想把这个通胀降下来把加息的时间周期再往后推这样的话大家呢能够更稳定一些等经济的平衡出疏 所以呢美国人会主动找中国谈判但是呢美国人也不傻啊那这个时候是被动的对吧大家都能看出来美国很被动 那么主动找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让中国也走那么他们所做这种危机感呢 那么首先呢就是在技能市场上他要求中国上市公司在美国全部要披露所有的数据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呢是不可能披露给美国政府的因为咱们中国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有客户信息 有数据信息股东信息对吧背后有国资委 然后呢还有所有的用户的使用习惯啊身份证信息银行信息这些不可能交给美国政府的 所以说呢就用利用这种不可能签订的合约完全不平等的合约呢来给中国政府施压给中国的资本施压 那么中国的资本呢现在就被打得很惨 同时呢美国在香港重仓做空中国股市啊这都是一长串的 美国在当年级亚洲思想五中的时候做空泰铢做空汇率对吧 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他又希望在中国的股市上进行施压 那么给中国政府施压 但是中国政府很强硬啊 就是说你不让我上市没问题那我干脆连滴滴又什么我都不管 我不管它是什么企业 只要它违反了我国家战略国家安全那么必须干掉了啊 滴滴什么现在都已经是跌货发展价了 都七块钱了还在跌 所以说呢为了国家安全和国家策战略的话 不管是什么行业只要是在美国上市的 我都可以给它挖回来 那么未来呢他就希望啊过去大家可以看一下 过去二十三十年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咱们华人受了一部分享受到了一部分红利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大部分的大佬都是外资对吧 包括软银集团投资啦 那其实这些大股东背后呢都有外资的背景 这个就让这个国家很不爽 那不可能在未来的二十年三十年的蓬勃发展 还让外资赚大头 那这个是不爽的 那么包括手机家都像苹果 大家都知道在苏日康的这个收益率和苹果公司的收益率相产 大部分的利润都像美国人转走的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一刀切 让中国的优质公司回到香港上市 回到中国大陆 那么因为体制和公司股权的结构问题呢 他们不可能回A股上市 那么最终呢就会选择在港股上市 因此呢目前就会有一些机会 那这些机会呢就是在港股和美股同时上市的中国公司 比方说阿里巴巴和腾讯 那么这些要么发行ADR 要么就是两边都有上市 要么就是允许国家鼓励 然后回到香港 那么这些公司呢在目前被错杀的股价下 未来呢都会有更好的表现 然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中国现在呢在政策上啊 宏观政策上 中国永远是政策师 他非常明确一个信号 就是让老百姓支付 藏富于民 那以前呢我们觉得 中国政府呢 让市场经济倒退 计划经济前行 国进民退 但是现在呢 从目前释放出来的政治信号 我们看到了房地产被打压得特别厉害 那么在目前 不管是首付 还是说你买二套房 这种还是你要做这个 我们说transemption 就是整个房地产市场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饱和了 政府是严厉清智啊 现在呢也不搞财圈了 搞这个什么就成改造 也结合了大量的政府资金 同时呢 房地产市场暴富的可能性也在缩减 像上海楼市它的换手率呢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是维持在2.5%左右 那么过去呢 上海市的房价周转呢 是在3%到5% 就是这个换手率 那只有换手率比较高的时候 大家都做股票啊 换手率比较高 比较稳定的时候呢 那它的价格是稳定增长的 所以说呢 现在国家的政策呢 就是华老百姓未来能够到钱 大家直接共同支付 那共同支付的背景呢 就是大家钱都在拿 他们都在养老金里 都在社保里面 然后呢 都在这个股票里面 所以呢 国家要赚钱 老百姓要赚钱 那么我们又有问题来了 所有大型的商业公司 背后呢 其实很多都是外资的 它最需要在这种时候 把外资赶走 那么之后呢 中国在拉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这个理论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我当时的导师提出来的 我的这个导师呢 是一位数学家 那么他有 他的有很多学生呢 是在中国的金融界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知名了 包括最近出来这个道歉的 有一些学生经理传道歉 因为最近股市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说他们的基金回报很差 他们出来道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当时呢 是我的导师提出来 一个理论就是 中国永远是政策是 第一个没问题的 第二个呢就是 他会以牺牲少部分人的代价 那么为了维护的是政治问题 包括我们对教育改革上 那么现在一刀切 不让外面的 一个消费部长 才太多了解 不让资本的保护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都是在反馈于民众 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 缩减未来潜在的贫富差距 和阶级固化 那一系列的举措背后呢 就会把 让资本觉得不安全 尤其是以自由市场论 为主导核心的外资 那么这些资本撤出之后 我相信呢 迎来的就是中国资本的 快速发展 那么只有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中国呢才能真正的 就是执政党 才能真正的把所有权掌握在手里 它不是不允许自由市场经济 而是要一个可控的自由市场经济 这是两个概念 像西方的话 西方我们说特朗普选举 或者拜登选举 大家看一下他们选举的时候 花多少钱 基本上谁花的钱多 谁就当选 那么在今年二月份选举的时候 拜登政府 花的钱是特朗普花的多的 特朗普呢是自己拿出来 加上通通好友凑一凑几个亿 几十个亿 那么拜登呢 几个大佬支出他 可能加在一起就已经过百亿了 这一次选举呢 是美国白宫 地理上选举花费多的最多的 所以说呢 美国的民主啊 其实说白了 就是谁背后钱多 谁倒是多 谁的广告打的嘛 对吧 你想整个推特 黑幕上 全是我的广告 那我肯定呢 我的这个收入选举度更高 所以说呢 没有绝对的民主 原来都是相对的 在某种困境条件下 那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政府也看得很明快 所以说呢 它必须把整个自由市场 掌握在可控范围内 一切呢 以国家战略为前提 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再去找一些机会和产业 以及呢 相应的能够 获得政府重视的 包括之前那个时代 在中国操电池的 他也说到了政府重视 包括我们今天卖的奖的 这个电动车 还有这些新能源的未来的产品 为什么茅台最近跌得很惨 或者说白酒类 因为它不仅财财 财财差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 你一个茅台的市值 凭什么比一些真正关于民生 或者是科技类体 或者是制造业的市值要高 这是不科学的 所以说呢 在国家战略转型的 背景这样呢 我们要去找一些 为了能够崩溃 十倍市值 更多回报的 在香港市场和中国大陆市场 都是有机会的 那么同样呢 因为美国现在强硬 那么双方的 硬碰硬呢 就是在自卖市场上 扩杀的非常惨烈 其实不管是教育 还是滴滴 它都是中美博弈背后的一个 特定时间段的新生品 那美国人希望中国政府 在日本的亚洲亚洲 或者是非常费路 但是呢 或者说是为了 他在谈判上获得筹码 比方说 我可以允许中国的公司 不披露 所有的数据 给美国上市监管委员会 但是呢 你必须要在关税上让步 那么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呢 就会出现 这样的惨案啊 就是城门失火 扬鸡驰驰鱼 但是呢 中国政府呢 我说我驰鱼不要了 但我一定把我的护城所拉得 足够结实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错杀的很多股票呢 其实都是在建仓期 那么我认为呢 美国不可能和中国 在近期达成一致 但是呢 美国很着急 因为他的国债发行 以及呢 美元升值预期太强了 所以他必须要在 今年下半年 解决掉这两件事情 那么就需要 对中国进行让步 因此呢 建仓周期可以维持 一到两个月 就是说到今年的八月和九月 完成建仓 所以我们在买入股票 中概股 或者是拆拿50的时候呢 我们要分成四到五次买 每个月买一到两次 这是最安全的 但是呢 如果是要做短线的话 那么就建议大家 买涨拆拿50 然后做空香港恒生 因为如果是跌幅的话 外资肯定是 主要做空香港恒生的 拆拿50呢 主要是中国大陆来互盘 所以说呢 在这两个逻辑下的话 我们如果是买涨A50 同时做空香港恒生 也是可以考虑的 那么在整个大周期未来呢 为什么美国要等到 今年下半年 一定要谈成呢 因为通胀 如果是今年谈不成的话 圣诞节 通胀会非常高 圣诞节呢 是西方国家消费旺季 所以说呢 如果圣诞节 通胀压不下来 那那个时候 最新从海外国家 进口到澳洲 进入到美国的 输入性通胀 就会非常严重 同时呢 因为房地产等行业 它是有最大的价格惯性 所以说呢 在这种价格惯性的背后呢 每上的百分之一个点 那么会带动 这种通胀往上走很高 同时呢 市售价格短期又降不下来 东上这些问题呢 美国政府都是最正希望 在正当节之前 中国政府重新达成协定 然后呢 双方把关税问题 把主权问题 重新好好谈一下 签好协议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时间周期和价格周期 基本上就告诉大家了 那么非常感谢啊 大家今天能参加 我们的这个网课 那么在周四的话 我们还是有VIP网课 那么周二周四呢 都是有活动的 那么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 到时候再随时问我 那么今天就说这么多 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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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